其實昨天831和之前在元朗發生的那件事非常相似 其實已經可以看出一件事 就是無論是元朗的黑社會 還是現在警察所做的行為是一模一樣 就是警察合作 但是現在已經去到明面了 是警察直接去用暴力去鎮壓一些無辜的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情況 這個其實是一個可以想收成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可以任意拘捕 可以任意毆打 而沒有人去制止這件事 我覺得只是這件事已經可以證明到一件事 其實我們現在是完全不安全 我們其實在香港的任何一處都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